有嗎?開始了嗎? 好,開始了嗎? 大家下午好,有沒有聽到我的聲音? 有有有,大家下午好 好,現在是下午4點半 就是又到了我們金站Let's Go 所以今天又想來跟大家推薦我們的居家防疫懶人包 就是非常的推薦 就是大家可能在家除了點餐外送以外 我們其實今天也是準備了非常多 非常真心推薦可以在家囤貨的一個好食品 那這邊在介紹之前其實也想要知道 大家其實在家裡不知道防疫都要做些什麼 那這邊呢,其實 因為我覺得啦 我們其實小編呢 也有收取到很多資訊 就是有粉絲有問很多的問題 那我們今天呢 其實就來一併幫大家做回答 那在回答之前呢 其實也看得到我手上的這個牌牌 因為大家最關心的就是 其實百貨公司的疫情啊 到底有沒有營業 到底有沒有人 還有沒有人會來 那這邊呢 其實大家不要太緊張 因為我們這邊其實有做了一個小看板 在每一個我們金站的館內的出入口 那其實呢 今天你只要掃描我們的QR Code 那我們直接掃描進來之後 我們就會採實聯制的方式 讓您直接入場 那因為如果你今天有隨行者的部分呢 其實你也只要掃描一次就可以了 那我們上面本來就可以讓你選擇說 今天你有隨行者是幾位 所以其實這個東西還蠻方便的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節省時間 不用再多餘的時間去填寫你的資 基本的資料 所以這邊呢 就跟大家小小的分享 大家有沒有進來了 我覺得大家應該 在家就是吃吃吃 對 大家快點來跟我分享 在家能幹嘛 除了吃 不要變胖耶 因為我覺得在疫情期間 真的大家只能待在家 我們這邊呢 金站也非常呼籲大家 就是沒事就不要多 就是不要出門不要外出 好好帶在家裡面 那如果你今天真的有非必要的話 一定要出門一定要把口罩戴好 因為現在其實大家都要懂得 保護自己的身體 不要感冒了 因為其實像今天啊 大家也知道 又暴增了333例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真的是非常的可怕 那這邊呢 其實我覺得大家也不要就是非常恐慌 因為其實老實說 台北市跟其他有抱 可能比方說有其他外縣市新北的部分啊 大家都一直瘋狂搶購一些食物 那我覺得其實 我們政府也有說 我們食物物資其實是夠的 所以大家不要急於一直去搶一些 就是可能會有造成食物的浪費 那我們今天呢 其實也是想要跟大家粉絲聊聊 因為其實呢 這邊小編呢 其實有幫我整理了3個Q&A 你們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想要問的 因為我們其實有整理了3個Q&A 因為大家粉絲們爆棚一直在訊息我們金戰FB 我們其實呢 就整理了3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最多人在乎的 就是我們的營業時間 那我們現在呢 其實從今天開始到5月28號 我們的營業時間呢 平日的部分呢 是12點到8點半 然後我們假日的話呢 是營業時間是12點到9點 然後第二個問題 跟大家說一下 因為有些人啊 也有問說 其實可能你不一定會來金戰嘛 但是你有可能 因為現在其實很多上班族 或者是其他地方上班的同仁 都有分AB分流制 所以呢其實也有人在問說 我們的停車場是不是有停止營業 這邊告訴大家 其實我們停車場還是造場營業 你還是可以做使用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 這是第二個大家最關注的問題 那第三個問題呢 跟大家分享 就是非常多人 因為我們前陣子 不是大家才剛過完母親節嘛 所以母親節的部分呢 其實大家都很擔心說 我們送的禮券 商品證券也好啊 或者是商品禮券也好 其實我們呢 這邊有一個就是延長的制度 我們可以在6月30號做使用 所以大家就不用太擔心 如果你們有什麼問題的話 其實你們可以在我們的直播間裡面 跟我說 我現在可以立即回答你們 那因為我們這邊呢 剛剛小編也有幫我們直播主 發出一個一篇貼文 就是希望大家呢 可以跟我們許願 因為疫情在家真的太無聊了 由我們來跟你們做互動 所以如果今天呢 你想要看一下無人 就是應該是說 你們想要控制我們 到我們百貨公司去逛街 或者是你們想要什麼其他的商品 我們可以立即幫你做直播 所以呢 這邊大家就是 你們可以去我們的貼文上面許願 那讓我們告訴我們說 你們想要的商品是什麼 我們這邊都可以去幫你們去直播 直接現場告訴你們我們現在的狀況 好 那這邊二話不說呢 其實我們就來介紹 我們今天的防疫懶人包 因為我們現在目前超級多商品 我們今天呢 我先來煮一下水餃 因為想必大家在疫情期間 或者是非疫情期間 大家的冰箱冷凍庫裡面 一定有水餃這樣的商品 那我們今天呢 就是要來推薦我們的美味鮭魚 美味鮭魚呢 其實它這一次啊 超級貼心 因為現在我手上這個是保冷袋 因為我們的水現在也煮開了 那我們現在呢 要準備來煮我們的美味鮭魚水餃 為什麼會推薦這一個呢 因為我覺得啊 就是大家也知道 我們現在防疫期間啊 除了大家很怕被染疫以外 你們自己也要照顧好自己的身體健康 就是你一定要吃得很健康 也要補充一些維他命等等之類的商品 所以呢 這邊是非常推薦美味鮭魚 因為鮭魚裡面其實含有的成分非常多 那它也有非常多的維生素 然後可以就是增強體健 所以就是非常推薦給大家食用 因為水餃其實我覺得它是最好入款的一個 一個商品 所以我會非常推薦 我們現在來煮 因為其實呢 我今天來介紹的都是超級簡單的冷凍包 因為只要五分鐘即可完畢 可以直接享用 那我現在打開來給 現在來煮水餃 稍等一下喔 欸小編可以 小編幫我開一下好了 有觀眾反正看我問說鮭魚包裝容量 鮭魚的包裝容量嗎 我現在給你們大家介紹 因為我真心真心非常喜歡鮭魚這個東西 因為呢其實我覺得今天我們的鮭魚 其實真的就是為了防疫包而做的 因為它就是現在我們這個期間都有折扣 那你們如果是水餃的部分啦 這邊的話呢我幫大家看一下 水餃的部分呢它其實裡面的話 總共是有幾顆 哇大家可以看一下 小編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我來幫大家看一下 20顆 裡面總共有20顆 然後裡面呢其實它是主要是有鮭魚 紅藜麥高麗菜與豬肉等簡單的佐料去製作而成 然後每一個呢都是28克 製作起來每一顆都是28克 大家有沒有覺得在家很無聊啊 其實在家很無聊的話 我有朋友還說他想要在家擀麵團耶 自己來做動手做比較好玩 可以省去一整天耗在家裡的時間 因為除了睡或者是追劇以外 我們當然還是要吃啦 所以呢今天我們來煮一下我們的鮭魚水餃 因為我覺得鮭魚水餃蠻特別的啦 一般外面應該是買不太到 因為基本上都是高麗菜水餃啊 豬肉水餃啊 韭菜水餃等等之類的 那我們現在呢就把我們剛煮開的水 我們直接把它丟進去 因為呢這邊呢其實教大家三個步驟 因為水餃的部分其實它可以用煮的 可以用煎的也可以用吹的 就是看你自己本身喜歡用什麼方式煮 那我們其實呢就很簡單 我們直接把水餃放進去 記得可以從旁邊滑落 因為有一些人可能在家裡煮飯的時候啊 有點擔心水會濺起來 所以你可以從旁邊慢慢滑落 就可以讓水不要把它濺起來 就不會燙到自己的手 我來簡單先煮個五顆好了 大家粉絲有沒有在家裡要分享一下 在家都可以做什麼 喔對這邊要提醒一點 因為我們的美味鮭魚的水餃啊 它最特別的地方是什麼 它的皮在水裡面煮 你不需要一直去攪貨 它不會破 所以你不用也不會黏住 所以你們不用一直去攪一直去攪 因為有一些水餃它的皮可能太薄了 所以你一直去攪它 它可能會攪破它 所以這個呢其實美味鮭魚的好處 是因為它的皮很Q很嫩 但是你又不用在水煮的時候 一直去攪拌它 這個是非常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好的耶 因為其實像新手啊 要煮水餃這樣子 就是有些人可能在家不知道要怎麼做 那你可以就是很輕鬆的去煮 好那再來呢 我們就可以先讓它滾一下 先讓它滾一下 因為我這邊的話其實可以計時五分鐘 因為它其實五分鐘就會熟了 那我們基本上呢 我們其實會有兩個步驟 一個就是水沸騰的時候 把我們的水餃丟進去 然後再來呢 其實我要教大家 因為大家這應該是大家都會知道的啦 因為你要讓你的水餃啊 比較Q嫩Q彈 一定要在等一下呢 我們在第二次沸騰的時候 我們加入冷水 我們會加入一個冷水的部分 半碗就可以了 你家裡可以隨時用一個小碗 裝半碗的生水 然後呢你可以直接等一下呢 我們再讓它煮一下 等一下直接倒進去 這樣子的話它會比較Q彈 或者是說其實我有聽過有人 煮完水餃 然後直接把它放入冷水 再把它撈起來 第一個是不會太燙口 第二個是皮會比較Q軟 所以就是看大家本來就是 自己怎麼樣的吃法 就可以自己怎麼在家裡自己烹煮 好 那除了這個以外呢 我也要跟大家推薦 這邊 有沒有粉絲有問什麼問題啊 我先來看一下好了 我怕都是一個我一個人在講 因為我覺得大家應該最想知道的是 其實我們現在呢 我們所賣的商品全部都有宅配服務 所以大家不用太擔心 你不用特別跑來金站做取貨 我們現在有線上宅配服務 那就是看你們自己呢 因為我們其實有很多選項可以一起做選擇 然後我們的鮭魚啊其實賣得很好 因為其實從昨天我們有直播介紹完之後 其實就有人下單了 所以其實吃鮭魚呢 就等於也是要讓自己的身體要抗議 所以呢這邊的話呢 就是讓大家知道 我來看看喔 有沒有人有什麼問題想問的 大家在家應該蠻無聊的吧 在家就是吃吃吃 這邊呢我想跟大家說 因為其實我覺得它的包裝很貼心啦 因為呢如果今天你點 就是你有點他們家的鮭魚系列啊 它會給你一個保冷袋 我覺得非常的方便 它保冷袋其實容量裡面蠻大的耶 粉絲有看到嗎 裡面容量蠻大的 我覺得還不錯啦 其實我覺得還不錯 欸其實我的水已經沸騰了第二次了 它現在整個大沸騰 我先把我的冷水再加進去一次 好香喔 其實我在這邊都聞得到了耶 超香 我覺得不用水餃裡面 水餃最難煮的地方呢 就是要顧它的皮 因為它的皮很容易 水餃其實很容易破 所以我覺得其實好的水餃啊 就是可以直接放著煮 你也不用去顧它 它就可以自己煮好 我覺得非常方便 這真的是非常推薦給大家 好那除了這個以外呢 跟大家分享一下 剛剛講到呢 就是我們的 鮭魚 其實鮭魚呢 它這個有一個很貼心的鮭魚禮盒煮 我覺得還不錯 這邊推薦給大家呢 就是因為 我覺得它最方便是什麼 你看喔像這個 它的鮭魚裡面啊 已經是先幫你調好調味了 你就不用那麼麻煩 但是我知道有些人 可能就會比較喜歡吃灑鹽啊 或胡椒等等之類的 那其實你可以買他們的菲力排 這邊 鮭魚菲力 它有一個就是沒有口味的 就是一般你可以其實用 溫熱的方式去煮完之後呢 你可以加你喜歡的佐料 可能比方說灑鹽啊灑胡椒啊 加芥末啊 或者是加美乃滋等等都可以 那如果今天呢 你像我這種比較懶人方式的 你就可以買這種鮭魚排 那鮭魚排的部分 其實我覺得還蠻特別的 它裡面有奶油檸檬 它其實蠻多口味的啦 奶油檸檬義式香草 然後還有羅勒鹽菊 然後也有我們的檸檬 酸辣檸檬跟辣味的 這個我覺得還不錯耶 如果喜歡吃辣可以很下飯 一個鮭魚排就可以直接配飯吃 你就可以當一餐吃 而且也很健康 那再來呢其實 除了這個以外啊 它還有其他的 你看像如果有些人 可能比較喜歡吃內臟啊 這個是它的鮭魚肚條 如果是喜歡吃內臟類的 其實他們也有賣 然後呢這裡 我覺得這也蠻特別的耶 鮭魚干貝海鮮丸 其實我覺得 像防疫期間啊 如果你在家煮火鍋 你也可以加這個 鮭魚干貝海鮮丸 我覺得這還不錯 那我覺得大家最關心呢 就是可能價格的部分 因為我們現在呢 全面都有線上折扣價 我們原價的話呢 其實是249 那我們特價就是打9折的優惠 就是希望大家會喜歡 那再來呢 就是我們今天介紹的水餃 我覺得這水餃真的非常方便耶 它現在特惠價就是188 不用200塊就可以帶回家 188 我覺得這非常非常推薦給大家 而且我覺得它這個 其實它的食材蠻特別的耶 它裡面其實啊 料餡不是只有鮭魚 因為大家可能會不知道咬開會是想什麼樣子 等一下我煮好 我直接切剖麵給大家看 因為它裡面除了鮭魚以外啊 還有梨麥 還有高麗菜跟老薑跟蔥花 它要把這些全部都加在裡面 非常的不錯 好那除了我們的鮭魚 鮭魚水餃以外呢 這邊呢其實我們也有我們的黑橋排 這邊跟大家介紹一下 黑橋排其實它也很特別 它做了一個黑橋排水餃 裡面是香腸 我覺得超級特別 就是可以大家如果喜歡吃香腸的 可以選這一款 因為每個人喜歡的口味不一樣啦 那他們現在其實真的很熱賣 貴上基本上其實現在都沒有現貨了 所以大家如果要的話 就可以線上直接做訂購 黑橋排的水餃也不錯 它的煮法也很簡單 也有三種 一個是水煮 一個是煎法 一個是吹 就是你直接蒸它 也都可以 看你喜歡吃哪一種 其實我覺得都很方便 好 粉絲有沒有特別想問的問題嗎 我來看看大家有沒有什麼特別想問的 也可以許願 因為我們剛剛其實在前面的時候 已經有發了一篇貼文 如果你們今天有什麼想要許願的 都可以跟我們說 好 我們水餃已經要準備煮熟了 準備把它撐起 可以 超香的耶 其實我剛剛這樣子煮到現在 應該有五分鐘了吧 一個不太會煮東西的人 應該是可以吃了 油滾就可以吃 對 油滾就可以吃 它已經浮起來了耶 可以可以 好香喔 但是有點傻耶 真的不好意思 我來看看 先把它撈起來好了 我把它放在... 它好像一直不聽話耶 是怎麼回事 我用碗的部分好了 耶 好完美喔 大家記得 因為有些人吃水餃習慣比較不一樣 有些人喜歡吃乾 就是比較乾 不要皮太濕 有些人喜歡吃比較濕一點的 所以這邊呢 就是跟大家看一下 好 小編很貼心 幫我拿了一個湯匙 等一下給大家看一下 我先把它撈起來 因為它現在剛起鍋有點燙 好香喔 其實我覺得它的皮很漂亮耶 完全沒有破耶 對 我要跟大家提醒一個重點 就是他們家啊 有一個特別的地方 就是你的水餃 一拉起來 雖然它都不會黏住嘛 但是你可以再加一點點油 就是幫它的上面沾一點點油 等到乾掉的時候啊 其實它也不會黏住喔 我覺得這個是還不錯的 因為有些人可能要等它放涼一點再吃 或者是想要先等它水沥乾 但有時候它就會兩個水餃就會黏在一起 我覺得這個是還不錯的小方式 可以跟大家說 你可以抹一點點油 這樣子就完成了 然後你放在旁邊的話呢 等一下食用的時候 它也都不會黏在一起 我現在來用一下剖麵給大家看好了 因為我覺得它裡面的料啊 其實應該蠻豐富的 因為它一整顆我先給大家看好了 它一整顆超級飽滿的耶 我來看一下粉絲有沒有什麼想問的 欸 好 我現在來剖麵一下給大家看 它裡面料其實真的還蠻多的耶 滿滿的鮭魚 等一下喔 好 這邊可以看一下耶 有看得到嗎 我把它切一半好了 而且它皮真的太Q了 真的Q到我其實好像切不太斷耶 好 有嗎 有看到嗎 裡面有滿滿的鮭魚 還有高麗菜 還有藜麥 其實我覺得還不錯耶 我先來偷吃一口看看好了 喔 它裡面還有蔥 很香耶 我要跟大家說 因為這個水餃裡面啊 大家有些人可能怕魚有魚腥味 它是完全沒有魚腥味的 所以這是我要特別跟大家強調的 它裡面的餡裡 完全就是把魚腥味都已經去除了 它可能用高麗菜還有其他的蔥 把它的味道其實把它蓋過去 其實根本吃不出來 而且它的清理的部位也都非常的完整 我覺得這真的很好吃 我覺得在家這樣子就是防疫期間 這樣自己在家煮其實非常的方便 而且我這邊呢 還要來跟大家介紹另外一個 除了水餃以外 我們其實還有這裡 大家應該不陌生吧 可以看到一下超級可愛 這是我們普吉的包子 普吉的包子 我覺得大家除了吃水餃以外 也可以吃包子啦 因為它包子裡面其實也有很多餡 像這個是起司捲 起司捲應該大家也都滿喜歡的吧 還有一個最特別的 這一個 有看到嗎 它裡面呢其實是包了一個 類似像甜果醬 它裡面包的是甜果醬 然後吃起來是甜甜的 然後再來呢是我們的這個熊貓 它是芝麻包 超級可愛 我覺得這個在 這個在小朋友啊 在家裡也可以吃 我覺得這真的超可愛的 而且它這個蒸啊 其實也不用太久 15分鐘就可以了 你在家裡如果有電鍋 你可以直接把它蒸來吃 那我們剛剛呢其實已經有先把一個蒸熱 我這邊給大家看一下 行業期間我還是先戴一下手套好了 剛剛呢我們其實也有把這個 因為這個啊其實你一般啊 它就是用一個盒子幫你裝起來 我這邊給大家看一下 它的盒子裝超級可愛 我先把它裝好 它就是簡單幫你裝起來 然後你在家呢其實也不會太佔空間 你可以直接把它拿起來蒸 那我這邊呢其實剛剛已經有一個是煮好的 我可以讓大家看一下裡面的內餡 這個熊貓是剛剛煮好的 然後呢其實喜歡吃芝麻包的啊 其實我覺得大家可以看 它裡面的料也是非常多 我直接把它扒開好了 它會不會直接流出來啊 我直接把它扒開 有嗎有嗎可以嗎 有看到嗎熊貓已經被我給毀了 超多芝麻餡 所以如果大家喜歡的話呢 其實也不妨可以下單買我們的芝麻包 而且它這個可以讓小朋友吃得很開心 然後又可以覺得還不錯 我覺得而且好香喔 它的芝麻真的很香耶 那額外也有這個 就是我們的起司捲 非常推薦給大家 那除了這些以外呢 我覺得大家如果今天有不喜歡吃其他 有家口味的料理 只喜歡吃一般的鮮肉包 看到我們前面這一盤了嗎 很厲害 其實呢它有一般就是你知道 家裡老人 老人大人小孩都愛的 這個是鮮肉包 這個也是非常推薦給大家 然後這個呢其實它形狀可以分得出來 這看起來做的有點像葉子 大家猜裡面是什麼 有沒有粉絲要猜一下裡面 裡面是包什麼 最基本的喔 大家應該吃到包子裡面 最基本也會有包什麼 大家有 粉絲有回嗎 高麗菜 這裡面是高麗菜 一個是肉包 一個是菜包 所以就是非常推薦 就是非常基本盤 大家應該都知道吧 就是吃包子一定會有的 而且你看它就是這樣 其實我覺得在家裡啊 層出一盤這樣 你也不用特別去做擺盤 它就其實就已經很好吃了 而且擺起來也蠻好看的 所以就是非常推薦給大家 我覺得呢 這邊可以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現在的 重申我們一下 我們優惠好了 粉絲們今天就是在家 我們一起做防疫 那這邊呢跟大家再講一下 我們今天介紹的組合架 就是我們的 黑橋排 香腸豬肉腳 就是剛剛有提到的 黑橋排 它其實不只只有豬肉水餃啦 因為其實豬肉水餃 大家如果不喜歡吃水餃啊 我們也有其他商品 像其實我覺得大家最近 其實也是跟 應該有很多粉絲也想要知道 有沒有辦法買到肉粽 其實他們櫃上 有非常多的肉粽 可以去選購 那如果今天呢 你們要做載配的話 其實我們滿3000就可以做載配 那這邊呢 就是也有其他的一些選項 像香腸豬肉 這個我覺得蠻特別的耶 這個的話是餡餅 豬肉餡餅 而且它很可愛耶 一口吃 我覺得今天大家 在家一口吃其實滿方便的 再來的話就是一樣 香腸豬肉水餃 就是非常推薦給大家 有不同種的口味 好 那第二個呢 就是我們的 鮭魚梨麥水餃 這個真的非常推薦給大家 因為我覺得鮭魚其實真的是 吃了身體會很健康 所以呢 我覺得一個水餃裡面20顆才188 其實我覺得滿划算的 就是可以吃到非常多的營養 又可以吃飽 所以就是非常推薦給大家 那再來呢 除了這個以外 其實它有很多 飛魚排的優惠口味啦 所以就是依照大家自己喜歡的口味 可以去選購 那最後呢 就是我們的普吉包子 這邊一樣再給大家看一下好了 普吉包子 它有肉包也有菜包 然後都是一個冷凍食品的部分 推薦給大家 再來就是 小朋友或者是大人都喜歡的 我們的熊貓芝麻包 超級可愛 而且他們這個啊 都是每日現乾的麵皮 然後去做成的 我覺得這個還不錯 好 這邊呢 那大家有沒有什麼其他想要問的問題 因為今天其實也介紹了很多 琳瑯滿目的商品 就是非常希望大家會 就是大家會覺得 可以對你們在防疫在家裡的懶人包 這是我們精選出來的 所以就是看一下 大家有沒有什麼其他的問題 那我們明天呢 同一時間也有直播 那其實呢 我們明天的直播會是 響食天堂 所以就是這邊呢 先跟大家預告 那其實我們還有很多很多的美食 在等著大家 那我們這幾天都會接二連三的做很多直播 如果你們今天有什麼特別想問的問題呢 都可以直接在我們的貼文做分享 我來看一下 最後讓大家可以看一下時間 有沒有人想要問的 熊貓很可愛 有粉絲說熊貓很可愛 好我覺得 大家可能除了在家以外啊 真的是大家一定要保護好自己的身體 還是一樣 希望大家可以多勤洗手 多消毒 然後呢 口罩一樣要戴好 雖然可能在家都是自己家人 但是可能如果有出去 或者是有其他的 都一定要記得做好萬全的消毒 所以不要情乎這一次的疫情 那今天就跟大家介紹到這裡囉 希望你們會喜歡 掰掰